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一起住的有两个台湾的小姐姐 有一个最近回台湾了 已经回台湾的那个小姐姐 前段时间突然给我拿了一个这个东西 她说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该怎么去使用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小型的投影仪 然后当时我就帮她试了一下 然后如何用手机连接这个东西来播放 试完以后我也没有太在意 说实话 我就我看到她的这个包装啊 我就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 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太放在心上 大概过了两三天以后吧 我就看到Tax TV出了一个 这个小投影仪的视频 当时我还蛮吃惊的 我就觉得哇他们竟然会评测有这么一个东西 真是无独有偶 现在在北京的这个台湾的小姐姐 昨天也给了我一个这个便携的投影仪 这两款投影仪 大家从外包装上来猜一下 他们分别的价格是多少 说实话 当时我拿到这一款投影仪的时候 我并没有问价格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特别贵 然后我去淘宝搜了一下 它的价格要一千两百多 将近一千三百块 反而这一款会让我觉得贵一些 但是我去搜了一下它的价格 它只要两百多 既然东西都已经在了 那我们就来分别开箱看一下这两款投影仪 然后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它们到底好还是不好吧 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它都有什么东西 打开包装 这个之前已经开过箱了 所以它不会这么的整齐啊 里面的配件 Micro USB的充电线 这个就是主机了 小投影仪主机真的特别的小 特别的小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可以用TF卡的 然后可以接耳机或者外接音箱的口 还有一个电源口 Micro USB的电源口 然后它应该是有 它是有这个扬声器的 两个扬声器 这些是三热口 这条线应该是连接音响的 具体怎么用 我一会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这个底座 可以直接放到一个 就是小型的支架上 或者放到三脚架上面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USB的母头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器 很普通的充电器 OK我们现在来拆箱这一款 看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充电器 这个是主机 哇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有按键 插槽 然后电源输入口 耳机输出 这个应该是一个 AV视频源的输入口 这里面有东西 散热口 它应该也是有扬声器 它应该也是带了扬声器 这边还有两个 一个USB口和一个HDMI 这又是一个电源口 它应该是有两组电源的输入 一个是可以用这种 它这个电源 还有一个应该是可以用USB来供电 牛逼的是它还带了一个遥控器 我们看看 不错 然后这一根是AV视频的转接线 OK刚刚我已经给大家分别开箱看了这两款投影仪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试一下这两款投影仪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一款微卖的投影仪 我之前已经使用过 然后它可以支持苹果的iPlay和Windows的这个Miracast 但是这个iPlay真的很反人类 我一会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怎么反人类 投影我已经用一个很小的支架放在了我的桌面上 然后我们现在开机 我们首先开机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可以支持安卓 可以支持苹果 可以支持Windows 还可以支持用TF卡来播放 和支持这个 DLNA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连接一下WiFi 我这里已经连接过了 因为我手里没有安卓设备 所以我先用一下苹果的这个iPlay 进入iPlay以后会看到这个无线连接和有线连接 我尝试过有线连接 但是有线连接始终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下无线连接 目前它已经连接到了我家里的WiFi 大家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我的IPD 它的IP地址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无线连接 它会告诉你这个iPlay该如何使用 微卖的这款投影仪 官方给出的有五种连接iPlay的方式 但是其实只有三种 因为它把iOS和macOS分开来算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这三种连接模式我也只成功了一种 这三种连接模式分别是 手机通过无线连接至投影仪 然后投影仪再通过它的WiFi连接至路由器 第二种模式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种 手机和投影仪分别通过WiFi连接至路由器 然后使用iPlay 第三种模式是在没有WiFi的情况下 比如我们在室外 那就是手机打开手机热点 然后微卖的这款投影仪通过WiFi连接至手机 然后这样来使用iPlay 但是我只有第一种方式我连接成功了 其他的另外两种都没有成功 要么就是压根我在iPlay的那个列表里面找不到这款投影仪 要么就是连接上了以后我无法播放画面 所以只有一种 那就是通过手机连接至投影仪 然后投影仪再连接至路由器 但是这就意味着我的手机将失去联网的能力 甚至连4G都用不了 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播放爱奇艺腾讯这些视频软件 所以在这里我直接跳过来用手机iPlay 而改用我的这个电脑来实现iPlay 因为我的电脑上已经下载好了一些电影 可以通过iPlay直接播放 并不需要联网 所以接下来我通过我的电脑的iPlay 来投到这个投影仪上 找到WiMe OK已经连接成功 然后我们选择iPlay 如果你不通过WiFi连接到WiMy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进行iPlay的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WiMy的这一款投影仪 它的这个交互是很反人类的 很不好用 OK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成功的将我的电脑iPlay到了墙上显示 虽然画质有一些惨 真的有一些惨 OK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个视频 看一下 现在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通过电脑iPlay到WiMy投影仪上的画面 我把灯关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声音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对这个WiMy的小投影仪 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画面 才是这款小型投影仪 它真正最精髓的地方 和最让我惊艳的地方 怎么样有没有很爽 反正我躺在床上看电影的时候感觉是十分舒服的 我相信很多买这款投影仪或者是买这种便携型的小型投影仪的人都有过这种想法 那就是把投影投到天花板上 然后躺在床上看电影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 只不过我们需要稍微DIY一下 来克服几个难点 便可以轻松的实现 首先是它的画质 说心里话 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床上 然后向天花板投的话 大概是有两米多的距离 它能投射出的画面大概有三十寸左右 就它的画质而言 三十寸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挑画质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一定没有办法忍受它的电量 大家也看到了它这么小一个体积 别说一部电影的时间 它连二十分钟都撑不到 所以你想要躺在床上来通过它看电影的话 那必须要再加一个充电宝 至少是一个充电宝 或者是外加一个电源线 OK如果电量问题你可以解决的话 那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音量 它的这个扬声器 真的只能被形容为有一点点声音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外加一个音响 那就成了这个样子 至少是这个样子 所以微卖的这款投影仪 在满配的状态下是这个状态 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所有接口都在背部 所以在我们接了音响和外接电源的情况下 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放在床上的 这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整合起来 而我是这么做的 我直接用另一个投影仪的盒子 来简单DIY了一下 它里面正好有一个这种泡沫的这种隔板 来让我很好地放置我的充电宝 把充电宝放好以后 我们放到盒子里 在这个正面开一个口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投影仪嵌进去 嵌进去以后 我们再在上面的这个地方开一口 来放音频线 然后我们把音频线和电源线都接好 然后嵌入进去 就像这样 这样基本上已经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开一个口 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充电宝开关 盒上盒子 这个地方就可以接外置的音响了 这样DIY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把它放在床上 然后投到天花板上来看电影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电影 所以看这个 我认为这位商店正在这里 我认为他要给他 要投入了我们的资源 但我认为他开始炒热 他关于过货币 和他货币 让他货币 1012货币 之前他们说他们要 overdraw 这些人是货币 是货币 是货币 是货币的 货币 我都会被人 因为我都会被人 惨 我都会被人 我问他 我看他在眼前 我问他 我看他在眼前 当然也有很多人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想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投影仪 放在三脚架上来播放 它附赠的这么一个 可以安置到三脚架上的这一个托盘 也是一个让我很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一般三脚架上面 这个八分之三的螺蛮都比较长 而这个托盘上的这个凹槽又比较浅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在我拧到底以后呢 会拧不紧 而且我已经试过两个三脚架了 都是这个样子 我并不清楚是不是我这个托盘 这个有问题 还是所有的这个托盘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搞笑 当然这也不是说没有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机自拍夹 然后把它夹上 然后再 因为它自带一个八分之三的这么一个裸口 然后再固定到三脚架上 这样是可以实现通过三脚架来播放的 OK这一款微卖的便携投影仪 我们先简单测试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另一款 我刚刚是不是说过微卖的这款投影仪画质有点惨 我在这里给微卖道歉 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到的画面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来我们看一下 我通过同样的方式把另一台投影仪 通过一个小三脚架放在了我的桌面上 就像这个样子 因为这款投影仪并没有内置电池 所以必须要连接外置电源才可以使用 现在我已经开机了 大家有看到画面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看不到 或者看不清楚 因为它的亮度真的太低了 OK我现在把我的补光灯关掉 让大家可能更好的看一下 OK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补光灯给关了 大家应该是看不到我了 但是大家能看到现在它投射的画面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看不清的 因为它的亮度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而且它的画面非常的糙 它虽然送了一个遥控器 但是这个遥控器必须正对着这个投影仪才可以使用 稍微偏离一点点都不可以 而且这个遥控器的遥控范围也就在半米 真的体验感非常的差 这个投影仪并不支持各种无线的iPlay和其他的播放模式 所以这里我只能通过U盘来播放电影 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的播放环境是 我的房间里所有灯都关着 然后只开着我一台桌面上的台灯 我现在把这个台灯也关掉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清一点 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灯都关掉了 大家能看清楚画面吗 说实话我都看不清楚画面 我感觉这个画面的分辨率可以用极低来形容 我完全看不清楚字 就它这里的这些字幕我完全看不清楚 完全看不清楚是什么字 OK我不想再试用这一款投影仪了 因为它的体验感真的太差了 我对我刚刚以貌取悟的这个观点向大家道歉 向微卖的投影仪道歉 不比不知道 虽然它们两个价格差了很多 虽然那一款只要200多块钱 但是这也是坑人 我真觉得这款投影仪是很坑人的 微米的这一款虽然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相比较那一款 可以说微米已经非常成功了 它不愧是画尔宇少年的同款投影仪 OK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 已经四点多了 虽然微米的这个很多功能我还没有演示 比如说它用TF卡播放电影啊 还有它用Windows和Android系统来进行无线的投影 但我想大家今天看完我的视频以后 应该会对这些无线的便携投影仪有一定的了解 反正我的建议是大家尽量不要去购买这些产品 因为我觉得目前市面上的这些产品可能还都不太成熟 尤其是这种价格特别低的投影 OK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